没要看的鼠鼠车离子下午茶 终于终于给你们等到了 你们看看现在刚上的车离子 磕磕饱满全是汁水 好想吃但是今天是给仔仔吃的 车离子的盒要给仔仔去掉 不然会卡到仔仔的喉咙 一只鼠鼠吃上半颗就好了 剩下来的扔了也不好 要不我就吃了吧 真为难呢 又甜又好吃 这些给仔仔分盘了 每一天最期待的就是拍视频 给仔仔们做好吃的真开心 仔仔们还是第一次吃车离子 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呢 相信仔仔吃到甜甜的食物 也会很开心呢 这两天刚好暖和 给仔仔吃一个布丁吧 一个布丁七只仔仔分 可不是我小气嘞 毕竟是大冬天的 给仔仔吃拉肚子了 真的很难治 甜甜的给叔叔尝尝味道就好了 青苹果的微化饼干 今天刚刚到的就给仔仔尝了 有好吃的第一反应就想到 仔仔 仔仔好久都没吃过下午茶了 这一次一定要弄得丰盛些 今天又是幸运仔仔 才能吃到下午茶 奶片片也要来上一点 怕仔仔吃不饱呢 每一个鼠鼠都给些主粮 吃饱饱了才能长肉肉 最后来点香香的椰蓉点缀下 像不像冬天里的雪 张万森下雪了这个电影去看了吗 打算过两天去看看 听说真的很好看呢 做好了可以给仔仔送饭了 我的宝儿呀 你吃樱桃呀 真的是碳水脑袋 抱着饼干就啃 就算了 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